10月28号 天文一号探测器顺利完成第三次轨道中途修正 预计将于2021年5月着陆火星 中国国家航天局探阅与航天工程中心副主任 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新闻发言人刘同杰 近日在接受中兴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时表示 天文一号探测器将在火星乌托邦平原软着陆 科学家认为该地有很高的科学价值 很有可能会取得意想不到的科学成果 完成第三次轨道中途修正后 天文一号将会在当前轨道飞行约四个月与火星交汇 谈及把中国行星探测第一站定为火星的原因时 刘同杰表示火星是内地行星 有大气表面也有形貌 科学家们希望探索火星的演化是否是地球演化的未来 火星很可能以前是有存在过生命 但是现在它大气也稀薄了生命也存在不了了 地球如果是人类无限度的开发破坏 会不会也有朝一日会发展成火星这样 这是科学家们提出过的问题 所以我们对火星探测是有很大的好奇心 对探测火星也有寄予很大的希望 刘同杰称 开展升空探测 行星探测工程是人类探索精神的体现 如果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圆满成功 这说明中国在行星探测领域有了长足进步 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做出更多贡献 这么难的科技工程都能实现得了 都能完成得很好 可以激发青少年的对科学的热情 对科技科学的热情 可以投身到国家的建设中去 这样是让大家又可以仰望星空 又脚踏实地地看展工作 这样的激发大家的探测热情 尤其是年轻人 刘同杰说 中国行星探测计划规划了四次任务 首次火星探测天文一号任务是第一次 已经发射实施 目前其他任务正在论证中